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SBS独家报道了BTS的服役问题 表示无论兵役特例是否废止 BTS服役期间的演艺活动都会得到保障 原因是他们答应为釜山申办是否会做宣传 而且BTS会捐出一定的盈利份额 显然BTS是否服役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 因为他们太吸睛了在韩国已经被商品化 釜山甚至用物尽其用去形容他们 他们可以拉动整个韩国的GDP 这是现象级的表现也就是BTS的能力 釜山演唱会就是给BTS一个能在服役期间活动的理由 然而在韩国不服役基本就要被骂 所以BTS的成员是希望正常服役的 现在情况是高层需要他们的周边效益 因为盈利考量让成员失去了话语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